稍微來看一下齁 您如果要找一下我的這個資料的話呢 您可以直接打關鍵字就好了 在這邊齁 您直接打 這樣就可以了 打樹老師就可以了 那我買關鍵字 老師要行銷一下 各位齁 那你就會找到很多就是我的那個資料 那原則上呢 其實各位 您只要進第一個就是我的部落格上 應該就可以連到其他的 好 就可以連到其他的 那你點進去之後呢 進來之後呢 在這個 首頁這個最上面這裡 在最上面這邊 您就可以看到 我有那個YouTube教學頻道 好 就是我去外面研習的這些課程我都會放上去 那現在其實學校的 我會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好 放在一個地方 那也是YouTube上 那另外呢 研習地圖的部分就是 我的碳足跡在哪裡啦 然後我們 在 待會我們也會跟各位介紹幾個 就是免費 的軟體 好 因為其實我想 比如說像各位我們有時候在整理資料啦 那難免是不是在網路上或者是在一些文件之間互相扣來扣去的 那 比如說 你剛剛扣了這個 又扣了別的之後 啊 發現剛剛那筆還要再用一次 那你是不是要重新還要回去找 可是我們的不用那麼麻煩 欸 我們的檢貼度會比較厲害一點點 它會幫你記錄 看你要設定幾個 那 而且是下次開啟還會在 所以你要隨時重複利用比較快 好 會比較快一點 那另外呢 在這邊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叫做 Place的這個簡報區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 待會呢 會給各位您看的 我們簡報會是用這樣子 比較不一樣嘛齁 反正每次大家都用POWPOW 用久的 快要買生嘛 喔喔 換一下新鮮的 欸 感覺一下不一樣 那我們待會呢 會跟 各位稍微 就是講一下我們這 整個 演習的那個大概內容齁 好 OK 那我自我介紹就先到這邊